大家好 今天是9月27日 星期四也是9月份期指的結算日 市況大致上都是略大反覆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今個月的指數先由4號高位27984 跌到12號低位26289點 跌了1765點 之後由26219點大幅度反彈到 昨天的高位28031點 升到1812點 即是9月份的市值到這一分鐘是先低後高 我相信剩下一個交易天 也不會有太大變化了 由於升到1812點的市況 高台上有少少的消化和整弧是很正常的 所以見到現在這一刻大概是3點半左右 指數是跌了18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只不過屬於一個高台的整弧 因為我們不要看指數又再跌穿50天線了 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它的起步點是26219點 高台是28031點 現在是27700 即是說在高台正在阻近了 這是屬於一個急聲口正常的消化和整弧 50天線的失手 就只是意味著一件事 整個技術上的續沉頂形態 暫時有少少是放慢了 不過它沒有跌離到50天線 只是50天線在阻近而已 最重要就是穩守10天和20天線 大概在27418到27324點阻近的水平 暫時來說都沒有太大問題 明天是9月份最後一個交易點 也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我相信大市仍然可以維持這個 咬著高台的格局 上上落落1、2、8點的 其實只是代表一個整弧等變 匯豐今天率先上調了利息 是0.125里 其實比預期中為小的 我最初估計四分一利息 甚至乎半利 因為美國加了8次息 現在遼光基金利率 已經去到兩利到兩利二五的了 但是之前港元完全是沒有加過息的 換句話來說 港息和美息的確有差距 所以變了很多資金都仍然混雜 在沽空港元全美元吐息 現在這一分鐘加了0.125里 其實情況依然有很大的食材 只不過標誌著一件事 經過12年的低息或者0息的年期 其實已經過去了 未來息後也開始進入了一個周期性的上升 只是這個上升的步伐可能會比較慢些 因為至今資金仍然相對比較充裕 好了 再看回市 整個大市暫時來說 是屬於一個急升後的整股 至於明天升多少跌多少 其實依然不重大 大家應該想想 10月份的市場會如何行動 假設明天的指數是27,600到27,800 過度到10月份的話 只要有1,000多點的上升波幅 指數是必一定去到29,000 反過來 如果有1,000多點的反復的話 也都意味著大市是有機會再度跌穿20,000 和10邊線 我曾經說過 由1月29日的高位33,484點 回落到今個月12日的低位26,289點 經過7,265點的下跌 其實上應該可以換足到今年的波幅 剩下的只是一個問題 到底26,289點是否整個調整市的低位 有權出現了一隻腳 後續再找另一隻腳也不出奇 即是10月初如果市場真的進了一步急升的話 可能後續是會有少許反覆的了 不過怎樣都好 我覺得即使出現另一隻腳 理論上都不會太低的了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